洛伊的眼眶红了 轻轻将今夏拥进怀里 是啊 失去亲人的伤痛 他真的不能再承受了 今夜若是今夏和孩子们 有个三长两短 他怕是真的会撑不住了 他从不怕死 可是他怕失去最爱的妻儿 我们终究是幸运的 一家人都平安无事 可是其他人呢 今夏将头埋进陆毅的颈窝 经历了这一夜的惊心动魄 他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今夜陆府死了十个人 还有五个人受了重伤 性命堪忧 他们何其无辜啊 他们的亲人该如何承受这样的伤痛 你知道吗 我一想到这十条人命 是因为我们一家人而没的 我心里就又难过又愧疚 我让钟伯将去世的人后葬 给他们的亲人多些抚恤金 可是再多的银子 恐怕也抚平不了他们心中的伤痛 陆毅抚着今夏的背 轻声叹了口气 他心里也是难受得很 即便是卖身给了陆家的下人 却也是活生生的人命 而人命就是不分贵贱的 即便是下人的性命 他也不能轻视 他们是为了我陆父而身亡的 我们自然要照顾好他们的家人 尽可能地去接济他们 这逝去的一条条人命 定是要算在孟寒川头上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陆毅轻轻拍了拍今夏的背 你别多想了 赶快歇息 我会陪着你的 嗯 今夏点点头 他也确实累了 如今怀孕八个多月 他真的不经折腾了 肩膀的伤口疼 即便是躺了下来 今夏也疼得睡不着 无奈之下 只好让陆毅帮着他再上了一次药 药粉撒在伤口上时 今夏疼得闷哼一声 身体也不仅微微颤抖 陆毅心里越发地难受 他肩膀上那道伤 就仿佛是滑在了他的心上 上了药后 疼痛缓解 今夏找了个不能压到伤 又让肚子舒服一些的躺姿 有陆毅配在身边 终于沉沉睡去 陆毅侧身躺在今夏身边 注视着今夏的睡眼 一想到那长刀直直地 朝着今夏砍去的一幕 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孟寒川 这个无耻的混蛋 他已经在心底 杀过孟寒川一百回了 他在心里发誓 只要孟寒川再遭遇一日 他就要让那个混蛋 一刻不能得到安宁 伤口上的药要劲过了 今夏疼醒了 身边已经不见了陆毅 他估摸着 他可能已经离府 去处理公务了 可是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呢 怀孕八个多月的他 如今手脚也肿得难受 身子也笨肿 想要起身去喝口水 却不小心牵扯到肩膀的伤处 痛得他不仅轻声哼轻了几声 陆毅本坐在外间看着卷宗 听到李坚传来惊吓的哼轻声 急忙放下手里的卷宗进入李坚 伤口疼了 陆毅扶着今夏坐起来 我没事 就是不小心扯了一下伤口 今夏摆摆手 但人没走啊 我还以为你去北镇福斯或者昭玉了呢 我陪你吃了早饭再去 陆毅拿过药瓶 小心地给今夏上药 今夏醋没 药粉撒在伤口上时 是真的疼 陆毅看在眼里 心里甚甚难受 在陆毅的帮助下 今夏穿好了衣服 因肩膀受伤 抬不起胳膊 只能让丫鬟帮着整理了一下妆容 吃早饭的时候 陆毅见袁大娘的眼睛 肿得像个核桃 她昨晚就听今夏说了 袁大娘昨天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今夏哄了好一会儿才止了哭 她知道岳母这是心疼自家女儿了 能不心疼吗 自家女儿怀着身孕 还要面临如此危险的境地 换作别家的丈母娘 怕是多多少少 也要怪罪女婿 没能保护好自家女儿的 可她的岳母 却全然没有责怪她 还对她嘘寒问暖 让她处理公务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这让陆毅感动的同时 也越发地觉得愧对岳母 吃过饭后 陆毅和金夏一起去看了两个孩子 陆府本来是有两个奶娘的 昨晚因轩儿是由袁大娘照看的 所以一个奶娘休息了 也因此躲过了一截 然而照看燕儿的奶娘 很不幸地遇难了 如今一个奶娘带两个孩子是不容易的 况且金夏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生产了 所以再找两个奶娘的事情 就迫在眉睫了 轩儿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 玩着自己钟爱的小物件 而婴儿则是蔫儿蔫儿的 看到爹爹娘亲时 哼哼轻轻地要抱抱 奶娘说 婴儿哭了好几场了 即便睡着了 却还是时不时地蹬着小腿 他一定是吓到了 昨晚被送回府的时候 这孩子就一直哭 金夏心疼地摸了摸燕儿的小脸 陆毅一想起昨夜的事 不仅一阵后怕 他哪里敢将昨夜是如何救下燕儿的事 告诉金夏 如果金夏知道 燕儿被那贼人抛到空中 怕是会心疼死了 安顿好了府里的一切 陆毅去了昭玉 昨夜 陈毅一直都守在昭玉 见陆毅来了 赶紧上前失礼 孟寒川呢 陆毅说起这个名字 眼神中瞬间生起了怒气 昏死过去了 被扔回了牢里 现在有人严加把守 一定不会有什么差池 陈毅禀告道 昨晚由他看着 对孟寒川是痛痛快快地收拾了一番 但却只是吊着他的一口气 让他死不成 陆毅点点头 离开了昭玉后 便直接入宫面圣了 皇上猝着眉头 看着陆毅呈上来的折子 和李侍郎的口供 片刻后抬起了头 一双浑浊的眸子 紧紧盯着陆毅 陆爱情 这是筹谋 不化了许久吧 查出了孟寒川这么多事 陈却是一直在暗中的调查 陆毅回答得很是坦荡 之前 常遇一事后 圣上命陈 暗中调查南北镇福斯中 是否可能存有一心之人 所以在调查中 便发现了些可疑的情况 嗯 皇上点点头 突然笑了起来 朕看陆爱卿 把孟寒川查了个底朝天 还在想 是不是陆爱卿 因为之前和孟寒川的过节 才这般费尽心力地 去查孟寒川的那些个勾当 顺便为自己的仕途 扫除异己 微臣惶恐 断不敢因异己之私 而如此行事 陆毅微微低头道 朕自然是相信陆爱卿的 皇上扬了扬自己 宽大的道袍袖子 对了 听闻昨夜 有贼人入侵陆府 是 陆毅回道 可有查清 贼人是受何人所托 皇上问道 昨夜已经连夜审讯 被生擒的贼人交代 他们是受孟寒川的亲信 王猛所托办事 另外 王猛也在那些贼人之列 如今也已被生擒 陆毅如实回禀道 如此说来 还真是孟寒川派人干的 皇上哼了一声 这小子 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陆毅没有回话 虽然他很想让皇上知晓 昨夜陆府发生的残案 可是说太多的话 怕是会让皇上又多想 你夫人还怀着身孕吧 皇上沉吟片刻问道 是 陆毅回答 其二可有事 皇上接着问道 回皇上 臣家中希儿有惊无险 那就好 皇上点点头 有关孟寒川的案子 陆前世 定要审讯清楚 他到底和多少人 拉帮结派 真要清楚明白的知道 是 陆毅恭敬地应道 皇上揉了揉额头 被陆毅摆了摆手 示意他下去 陆毅得令 退出了席院 李方 真没想到 孟寒川身为 直接听命于朕的 锦衣卫同志 居然敢和朝臣 拉帮结派 皇上的脸上 显出极度的补月 李方看在眼里 已经明白 皇上这次 是不打算 轻饶孟寒川了 李方清楚 皇上心里也知道 朝堂之上的官员之间 难免有互相照抚 互惠互利的时候 严党倒台之后 虽然朝廷上的党派之争 已经不似以前那般 争斗的你死我活 可是却也是暗流涌动的 皇上虽然对结党营私 甚是厌恶 却也在暗中平衡着各方势力 让他们相互制衡 可是锦衣卫不一样 他们独立地直接听命于皇上 便绝对不可以设身于党派之争 这也就是为何皇上如此亲信 陆庭大任的原因 这次孟大任满凶杀害朝臣 妻儿的事都能做得出 怕是为求自保而苟迹跳墙了 李方连连叹气 想想看 陆夫人也是真不容易 李方 你去安排一下赏赐些补品给陆夫人 皇上吩咐道 奴才遵旨 李方笑着应道 李方 朕发现你好像对陆夫人印象很好 皇上见李方笑得殷勤 忍不住揭语她道 奴才就是觉得陆夫人心好面善 李方呵呵笑道 人倒是不错 就是身为朝臣夫人 穿着打扮 未免太寒酸 皇上想起之前 见到陆毅夫人时 她那个模样 眉眼间陷出一丝嫌弃 她的词